国内疫情严重,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奔析全台疫情热区 但仅供各县市政府参考不对外公布 但设置裁剪站的地方就已经是热区了 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燕今天上午在全国防疫会议后 记者会上表示会盘点各地疫情与确诊者足迹热区 提供各县市政府防疫参考 陈宗燕表示裁剪站会公告 让民众知道已究竟裁剪 但他强调有症状或是曾经到高风险区的民众才需要裁剪 如果只是求安心的人不用急着裁剪 而盘点出来的热点分析地图 仅提供各县市疫调参考将不会对外公布 记者陈安如综合报导